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保罗就继续说 他说那个安慰丧气之人的上帝派了提多去安慰他 所以保罗虽然会害怕 但是他知道上帝会安慰他的 中国人有句话叫 人无远利 必有尽忧 没有人能够避免这些情绪的 我天生就多愁善感 我天天担心 就没有一天开心 头晕身热 又每晚失眠 哎呀 还是人命罢了 虽然忧虑的情绪是很难完全避免的 但是持续和过分的忧虑呢 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的 长期的忧虑对我们的身 心 灵都有很快的影响 在身体方面 忧虑可能会导致我们得胃病 头疼 高血压 甚至会导致短命 在心理方面 有专家指出 忧虑呢 会影响我们的创造力 妨碍我们的记忆力 思考能力 甚至还会患上忧郁症 忧虑也会影响我们的灵性生命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22节 他说 一个人听了道 可是如果有很多世上的思虑呢 就会影响他 他就没有办法结出果子 因为那道呢 会塞住的 所以 如果我们有忧虑的情绪呢 是一定要去处理他的 啊 美国有一只牛 禽流感死掉了 这样下去 那全世界的牛不就快死光了吗 没有牛 就没有牛油了 没有牛油 就没有我最喜欢吃的菠萝油了 这怎么办呢 我都明白你现在的心情 不过主耶稣教导我们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很多时候我们人的忧虑 担心 都是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可是因为我们过分担心未来了 我们反而没办法享受现在的生活 其实如果我们要减少忧虑 最重要的呢 就是我们要把注意力 由未来转到现在 我们只是要关心今天怎么处理我们正在面对的问题 不需要太担心未来的事情 因为每一天都有新的难处和挑战 但是每一天也都有上帝新的恩典的 耶利米埃哥三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我们不致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全因他的怜悯 不致断绝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上帝的恩典在每一天都是新的 上帝的慈爱也都是永不断绝的 所以当明天变成今天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上帝新的恩典 帮助我们面对新的一天 我天天都对自己说不要忧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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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越说我就越忧虑 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保罗说不要忧虑 一无挂虑不代表我们要强迫自己不要挂虑 而是当我们有忧虑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变成一种祷告交托给上帝 而且保罗也说了 凡事就是无论任何事情大事小事 凡事你觉得有忧虑 你觉得担心的你就祷告 学习将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上帝 因为上帝必将平安赐给我们 你的前书五章七节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谢给上帝 因为他顾念你们 我们的上帝是顾念我们的上帝 我们可以将一切的忧虑所有的忧虑全部交给他 丢给他 他会帮我们负责的 到我们忧虑的时候 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 在祷告的时候也会提醒我们 原来我们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去面对所有的问题 我们有一个上帝 他爱我们 他顾念我们 他会和我们一起去面对我们人生中所有的问题 江湖传闻 很多人都喜欢我这个发型 还有我这个帅气的造型 超多人跟着拍这样的节目 那我就很快没工作了 请问是你的问题比较大呢 或者是上帝的能力比较大呢 有什么问题是我们的上帝解决不了的呢 我们千万不要无限的放大我们的问题 思前想后自己吓自己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 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十节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害怕 他是我们的上帝 他一定会帮助我们 在《猎王记》下第六章 就记载了一件事情 有一次以色列的先知以丽莎 和他的门徒 被很多的敌人包围着 当他的门徒看到这么多敌人的时候 就很害怕 他说糟了 这次怎么办呢 但以丽莎对他说 不用害怕 因为与我们同在的 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以丽莎就为这位少年祷告 求上帝开他属灵的眼睛 以丽莎祷告之后 这一位少年人 他的眼睛打开了 他的属灵眼睛看到什么呢 看到满山都是火车火马 包围着他们 保护着他们 今天 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很多的挑战和困难的时候 我们都要向上帝祷告 求上帝打开我们的信心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 不再是面前的问题和困境 而是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能力 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环境上 而是上帝的手上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主耶稣已经将他永恒的平安赐了给我们 我们可以拥有这一种平安 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 就能够胜过我们心里面一切的忧虑和胆怯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